我爸带回来的私生女仗着有几分姿色 去勾引江家那位阴狠风踢的太子爷 不成反被羞辱一痛 几天后 江也占有欲极强地将我抱在怀里 乖乖 你妹妹想勾引我 我爸是入赘女婿隐忍了半辈子 在我妈去世后没几天 她就将私生女带回来了 若惊 你妹妹没见过什么世面 今天江家的那宴会你别去了 让妹妹去参加 我上下打量妹妹一番 唇红齿白 小家碧玉 她察觉到我的目光 紧张地攥着衣角 她真的哭了出来 眼泪一滴一滴的 更不要前世的 我叹了口气 和她混场子的妈一样 除了勾引男人 一无是处 姐姐要是不喜欢我去参加 我可以不去的 我爸即将动怒 我但笑道 你以为穿着高摄礼服 就可以躋身民园圈 该让你去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残酷 我拿起车要是离开 开到江边停下 夜晚冰凉刺骨的风 顺着车窗灌进来 我却感受不到丝毫凉意 我点了根烟 红唇清土薄雾 第一 手机响了 是助理唐宇的电话 沈总 顾总他们被拘之门外了 我冷笑 江也是京城出了名的狠角 殷勤不定 顾峰敢带着私生女 去参加他的局 这不是公然打这位爷的脸吗 顾峰 我父亲 当年他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 阴差阳错救了我妈一命 从此我那恋爱恼老妈 就爱上了他 不顾外公劝阻 毅然决然地和他结婚 江也怎么处理的 有没有对沈家动手 助理犹豫片刻 江总下令封杀审视 谁要是敢和审视合作 就等于和他作对 我疲惫的暗暗眉心 双眸微沉 现在审视的情况如何 已经有不少公司打电话 来要解除合作 违约金明日会打到公司账上 我忍不住报了粗口 江也总是能够让我失控 通知各部门 稳定好局面 剩下的我去处理 我掐了手中的烟 顺着窗户弹到旁边的垃圾桶里 启动车子 一脚油门朝着江也 今晚举办宴会的酒店行事 路上 顾峰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我直接挂断 他着急的发了条微信 若京 爸爸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没接 江总不知怎么生气了 他把你妹妹扣住了 你赶紧过来吧 这么蠢的脑子 生出顾馅那样的蠢货能理解 他怎么会有我这么聪明的女儿 地下停车场 我直接从副义楼上了 顶层的总统套房 走廊里 江也的助理正在吩咐保镖 见到我 他脸上多了几分恭敬 沈小姐 您来了 门半开着 我推门进去 江也黑色衬衣 解开几颗扣子 修长的腿微长 身上隐约透出几分魂不吝的气息 眉宇间隐约带着几分怒意 你妹妹试图勾引我 按照你的形式作风 怎么还留着他 江也没说话 拿起茶几上的烟盒 敲出一根咬着点燃 半真半假道 想让你来找我 纵使在商场学的蔡元华 每次和江也对上 我也总有种被看穿的错觉 江总玩笑了 江也笑了声 似乎没了耐心 直入主题 想让我放过沈氏 我打开手机 找到一个电子合同 这是京城东区 下一步重点扶持的度假村项目 沈氏拿下了这个项目的主导权 区区一个度假村 我看不上 他拿起外套起身 走到我身边 沈若惊是你先甩了我的 他心中有气 我跟在他身后 江也腻了我一眼 没说话 算是默许了 度假村你看不上 那房地产呢 我收到消息 未来五年 东区是重点发展对象 嘴 别让我听见你嘴里 关于工作的事情 酒局上 在场的人我都认识 他们没想到我和江也 还会出现在同一地方 脸上纷纷露出 不敢置信的表情 江也冷眼扫过去 都哑巴了 继续 该怎么玩怎么玩 有眼力见的 立刻招呼大家继续 来来来 继续继续 这是什么情况 俩人当初分手 不是闹得挺不愉快的吗 这是 和好了 谁知道呢 江哥对若惊宠的不行 要我说 这几年他根本就没放下 我洋装没有听到 有那么一瞬间 我仿佛看到了之前的江也 幼稚 心里眼里都是我 他问 当初为什么要和我分手 见我不说话 江也扣住我的手腕 疯狂炙热地吻随之落下 包厢里瞬间安静下来 呆若目击地看着我们 李智告诉我要推开他 可行动已经出卖了一切 我手臂还着他的脖子回应 包厢内的人精们 敲咪咪地退出去 很快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一日 我想起昨晚的荒唐举动 恨不得找块砖拍死自己 江也从浴室走出来 一头短发往下滴水 他撞见我的动作 没以上调 还嫌自己不够笨 我脾气一下子上来 拿起身后的枕头朝他扔去 江也侧身躲开 你不笨 竟然就这么眼睁睁看着顾峰 将私生女带回来三年 还让他来参加宴会 我心里产生一个想法 江也针对顾新儿是为了我 他不想让我在京城名园圈子里丢人 江也看了我一眼 就知道我在想什么 他走到我身边 轻弹了下我额头 若惊 我们复合吧 之前的事就当没有发生 怎么样 我用不说话来拒绝 江也眼神逐渐变得疯狂 他掐着我的下巴 迫使我看向他 你不愿意 他且眯着眸子 动怒了 我一巴掌拍开他的手 江也 咱们都是成年人了 别搞得跟他孩子一样 我起身离开 沈家 我暗暗疲惫的眉心走进去 顾峰脸色不善地看着我 你昨晚去哪了 怎么不接电话 我的好妹妹差点将审视搞破产 我当然是去收拾烂摊子了 不然你觉得 江也有那么好脾气的人 会把他放回来 顾馨儿想起昨晚的屈辱 气急败坏 都是你故意陷害我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江总是因为生你的气 才会迁怒于我 之前你甩了江总 说完 他拿出几张照片递给顾峰 爸爸您看 这是昨晚姐姐勾引江总的证据 他抬着下巴朝我杨武杨威 我点了根烟 顾馨儿 这里是沈家 不是顾家 顾峰将照片摔在我面前 放肆 如今你外公和妈妈都不在了 以后我会撑起沈家 好好照顾你们姐妹两个的 我拿出手机发一条信息 助理唐宇很快进来 沈总 您要的文件 我看了眼桌子 唐宇瞄懂 将文件放在顾峰面前 我 爸 昨晚江也告知了 全行业不和沈氏集团合作 这是各个公司送来的解约书 你看怎么解决 顾峰这几年只扮演一个好丈夫 对公司的事情一窍不通 果然 他面露难色的朝我看来 若今 江总那边还需要你去 我站起身 爸 我会处理好的 至于顾馨现在毕竟来了沈家 那就去公司从基层开始干起吧 顾馨心高气傲 怎么愿意从基层干 沈若今 你是不是害怕我干得比你好 不然 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经理的职位 我弯腰将烟蒂掐灭在烟灰缸里 我怕你再继续干下去 就将全家送上西天了 自从那天后 我开始躲着江也 电话微信全部拉黑 因为江也的故意打压 沈氏集团紧急召开了高管会议 高管们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今天一早 沈氏集团收到了无比违约金 还有不少公司打来电话 也要终止合作 这算什么事 公司大部分的资金 都投在了度假村上 要是这个项目不能顺利完成 我看咱们不如直接宣布破产算了 怎么顺利完成 江总都发话了 谁还敢和我们合作 某些人在国外待得好好的 非要回国 把江总得罪了 还得我们来给他擦屁股 会议室随着这位的话 陷入了寂静中 我坐在一侧 把玩住手里的笔 我今晚约了 陪氏集团的老总见面 度假村那个项目 我会负责的 赵友才冷哼 你以为 陪总是你想约 就能约出来的 你出国这几年 可能不清楚 你父亲约了他这么多次 都没能约出来 你刚回国就可以 你面子比你爸都大 他就差没把我在撒谎 这几个字说出来了 没约到 只能代表你们没尽力 自己无用 难道还指望别人也一样 赵友才以前 是跟在我爷爷身边的 仗着资历老 谁都不放在眼里 这三年 顾峰根本就压不住他 愈发助长了他的气焰 好 那我就看看 沈总能能解决公司 这次危机 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以后就不要再给公司 添麻烦了 这是要把我赶出 公司的节奏啊 我无所谓地点点头 酒店包厢 我推门进去 看到坐在正对门口 位置上的男人 呼吸一致 他怎么会在这里 陪老冲我白白手 若精快过来 让爷爷好好看看你 你看你这孩子 出国忙 还惦记着我的生日 礼物我收到了 很喜欢 听到陪爷爷的话 我羞愧得低头 我根本就没有送过什么礼物 陪爷爷 我 身为乙方 却让甲方等 沈总面子还真是大 江爷打断我接下来想说的话 同样 他对我的态度 也令大家障碍合上 摸不着头脑 不是说两人已经和好了吗 这又是什么情况 大家搞不清楚 江爷对我的态度 有人试探性的敬我一杯酒 说是敬酒 在这种场合下 关大一级压死人 何况我们是乙方 我直接干了一杯白酒 对方见江 也没什么表示 放下心来 一杯又一杯 烈白酒下肚 我强忍着胃部的不是 今天这个合同必须敲顶 沈总出国三年 如今的沈氏 我看可以改名成故事集团了 听说顾总正在培养 另一位继承人 是啊 沈总乖乖的待在国外多好 回国搞出这么多事端 我放下酒杯 杨总的儿子女儿 都在国外读书 莫非您就是准备 将他们送出国 不再回来了 之前我还在警局见到过他们 不过您放心 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孩子们之间小打小闹 什么样的小打小闹 可以进警局 李总脸色很难看 沈总今天是来谈合作的 还是来搞砸合作的 江野指尖夹着一根烟 分明且修长 薄雾缓缓升起 模糊了侧脸的轮廓 有了江野的撑腰 对方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最后还是陪一件状打入圆场 我躲在洗手间里兔的昏天黑地 拿出手机给助理打电话 让他来接我 手机被人夺走 迷糊间 我看到了两个江野 我摇晃起身 指着空气大骂 江野将我的手指摆正 忍不住笑出声 这里小笨蛋 江野 你凭什么这么欺负人 他一愣抱着我往外走 带着几分宠溺与无奈 究竟是谁欺负谁 三年前你说甩就甩了我 三年后你一声不响地回国 我还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 沈若金你就是仗着我爱你 才能这么欺负我 我迷迷糊糊中听到他的话 心里咯噔一下 仗着我爱你才能这么欺负我 清晨 等我酒醒后 江野坐在沙发上 做出一副秋后算账的模样来 死刑犯还有个罪名呢 你就准备一直让我这样下去 我捏紧被子 没说话 就算你不准备告诉我 那咱俩和好好不好 我从来没有见过 江野这么卑微的样子 心里疏地一疼 难受得很 江野 你心里清楚得很 我那么爱你 三年前 要是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的话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我不是你意向里的那个沈若金了 那又怎么样 我只要你 我答应你以后 我都不再问了 我们好好的行不行 好好的行不行 江野永远都能戳中 我心里最柔软的那块 几天后 我躺在床上 接到唐宇的电话 沈总不好了 顾仙儿上热搜了 如果是他个人的事情 唐宇不会这么着急的给我打电话 一定是和公司有关 怎么回事 那头的唐宇为难得 不知该如何开口 我打开电视 警号沈氏集团姐妹 同时喜欢一个男人 后面跟了一段视频 视频上顾仙儿在江氏集团门口 被人扔出来 狼狈的模样 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玩笑 他指着江氏大楼 江野 沈若金他根本就不爱你 三年前他能抛弃你一次 就能抛弃第二次 你为什么就不能看看我 我这么喜欢你 为了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动静闹得这么大 很快就吸引了记者过来 他们本身就对我三年前 不告别的事情很感兴趣 记者想想业绩 带着胆子问 顾小姐 看样子您对当年 沈总出国的事情很了解 他真的是一亲别恋 才会抛弃江总的吗 外界传闻对方比江总有钱 沈总现在又突然回来 是因为对方破产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记者的问题向来犀利 顾新儿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一瞬间愣住 我当然知道了 我和唐宇说了声 让公关部处理 顾新儿能够知道什么 他也就只能胡说八道 贬低我两句 唐宇为难的开口 沈总 您还是再往下看一下吧 当年我姐姐出国 并不是因为什么疫情别恋 而是因为她生病了 我攥紧手中的杯子 看着顾新儿一字一句的 把我所有的难堪 全部都告诉了记者 沈总得了什么病 需要去国外治疗 很严重吗 请问现在康复了吗 他送到国外 顾新儿把我的全部 都抖落在了记者面前 这件事很快就被传得沸沸扬扬 沈若金竟然是精神病 平常一点也看不出来 他怎么会的这种病 谁知道呢 豪门里面肮脏的事情那么多 他母亲去世了 父亲又把小三的女儿接回来 我要是沈总的话 估计早就崩溃了 三年前发生的一幕幕 在我脑海里面闪过 我把自己关在卧室里 江野一遍遍打电话 乖乖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去找你好不好 他小心翼翼的哄着我 江野 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半个小时后 江野出现在别墅 他一把将我抱在怀里 嘴里一遍遍说着 对不起 对不起 江野 三年前 江野直接稳住我 不让我说话 不管发生了什么 现在我都在你身边 我摇摇头 哭着将三年前的事情说出来 我一直以为 我的父母很爱彼此 直到那天 我看见了 我爸对我妈动手 我接受不了跑出去 巷子口两个男人在抽烟 他们不怀好意的看着我 那天夜很黑很黑 我害怕急了 没有人来救我 后来孙如出现了 他把我带到了国外去 我爸知道这件事情后 他嫌弃我丢人 对外就宣称 将我送出国去留学 那次的事情 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解释 也不想让你知道 我这么难堪的一面 自从上次后 江野就猜到了 三年前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 他怎么也没有料到 背后真相竟然会这么残酷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我靠在江野怀里哭晕过去 我扔在地上的手机响了 江野暗铃下静音 给我盖好被子后 我选择将电话拨回去 网上的消息我看见了 今晚我就到达国内了 对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江野一息能够听到 对方着急的在收拾东西 我是江野 孙如愣了一下 我知道你 若晶给我讲过你们之间的感情 江野心里忍不住一疼 江野 这个世界上能够劝得动他的人 只有你了 这三年若晶的病情 虽然得到了控制 可他并没有完全痊愈 只不过是将那些事情 全都隐藏在了心底 我担心这次的事情 会让他再度崩溃 我是心理医生 晚上八点我会抵达国内 可以的话 请你带他来我的诊所一趟 位置我稍后发给你 治疗过程会不会很痛苦 孙如没想到他担心的 竟然是这个 会 如果想要治疗的话 首先他要勇敢地 面对过去的那些事情 我知道了 江野守在床边 等我醒来后 就看到他颓废的样子 眼眶似乎还有点红红的 哭过了 我带着几分玩笑的意味 江野给我整理一下头发 端过床头柜上 那杯温度正好的水 我喝了两口 网上是不是有很多人 都在可怜我嘲讽我 还有看我笑话的 江野打开评论 没有 大家只会心疼你 不信你自己看 我不敢看 江野也不催促 就这么拿着手机等着我 太心疼沈总了 生长在这种家庭里 不是你的错 你已经很棒了 相信自己 我之前也被确诊精神失常 那段时间 我有父母的陪伴 都恨不得去死 心疼若惊姐姐 我现在已经痊愈了 我相信你也可以的 你和江总很般配 羡慕你们 真想弄死那个白莲花 怎么会有这么可恨的妹妹 用姐姐的病情 来博取眼光 这种人 怎么可以这么心安理得的 活在世上 等我扒出这女人的黑料 不让她感受一下 网爆的痛苦 她就不知道 我们这件网友的厉害 听说那个顾心儿的母亲 不仅是一个人的小三 更是京城有名的交际花 破坏了不少人的家庭 这件事我可以证明 视频一曝光 我就感觉这个女人很眼熟 经过楼上这么一提醒 我想起来了 以前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 他妈整天 都会带不同的男人回家 那时候整个小区的人都烦她 顾心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上学的时候 就跟好几个男人勾搭着 我看了看评论区 抬头看着江野 顾了多少水军 这都是真实的网友 他们都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 江野 孙如打电话了吧 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 孙如不可能不打电话 江野点头承认 我们去医院吧好不好 我捏紧杯子 感受到江野身体的温度 做好了心理建设 好 治疗的过程 孙如不让江野在场 放心吧 我是专业的心理医生 我的指引一步步回想当年的事情 还没等到治疗结束 我就狼狈的跑到洗手间吐了起来 江野冲进来 他怎么会这样 孙如摊开手掌 这算什么 三年前的治疗 比这个还要残酷 他自己一个人都能坚持过来 这是治疗过程中的正常反应 以后或许会更加的残酷 要是现在就心疼 那干脆不要治疗了 我扶着门框走出来 我没事 下一次治疗什么时间 如果你能坚持住的话 那就三天后 如果你身体承受不住的话 那就一个月之后 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三天后 江野想也没有直接拒绝 不行 一个月后再治疗 说完 他拉着我离开 我刚准备说点什么 江野猜到了我的想法 我不忍心你这么痛苦 听我一次好不好 孙如说过 接连着的效果最好 如果一个月之后再治疗的话 很有可能 我今天的治疗效果就白费了 江野咬牙 你总是有办法让我妥协 接下来的治疗 说不上顺利 也算可以 治疗过程中 有一次我直接陷入昏迷中 要不是江野 我怕是会一直沉浸在 孙如给我假设的美好中 你父母的事情和你无关 就算没有你 他们也不会是幸福的一对 你父亲野心勃勃 从一开始 他就是冲着沈家的产业来的 我知道 谢谢你孙如 当年要不是他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怕也坚持不到现在 客气什么 咱俩这关系 以后不许这么见外 我回到公司 就发现 我的办公室已经成了顾心的了 姐姐你回来了 真不好意思 在你治疗的这段时间 你的职位已经是我的了 既然你都生病了 那就好好地养身体 顾心儿有恃无恐 当然 沈氏集团是我外公的心血 别说是你了 就是顾峰在这里都没有话语权 再者你自己有几斤几两 难道不清楚 让你来坐这个位置 沈氏集团不想要了 顾心儿 以前这是沈氏集团 可现在这是我爸爸的公司 你要是还想在这里 有一席之地的话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听话比较好 对了 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爸爸准备召开股东大会 商讨将沈氏集团 正式改名为顾氏集团 动作还真快 不过也省得我操心了 顾峰说做就做 我在大厅撞见一脸得意的两人 顾心儿 爸爸 从今天开始 沈氏集团就是您的了 我真为您开心 放心 事成之后 爸爸绝对亏待不了你 啪啪啪 我忍不住给他们两人鼓掌 现在就庆祝失败 生事有点太早了 我还没开始打脸呢 我格外咬中失败两个字 话落 我走进会议室 助理跟在身后小声道 沈总 最近几天 顾总和顾心儿 一直在笼络股东们 有几位已经确定 站在他们那边了 会议开始 顾峰一上来就打感情牌 将他这三年的任劳任怨 讲述了一遍 我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他说了那么多 全部都是绣花功夫 没有一点实用的 在场的股东 一个个都不是傻子 却还是顺着顾峰的话往下说 这倒是让我好奇 顾峰究竟许了他们什么好处 对这些人来说 无论谁当董事长都无所谓 只要能带给他们利润就可以 我站起身 将手中的文件放在会议桌上 顾峰掌管公司这三年里 一共决策了12个项目 其中8个项目 因为前期工作不到位半路终止 三个项目没有亏损也没有盈利 只有一个项目盈利了 却也不多 三年前 我相信诸位对年底分红的数字 一定很满意 不知如今呢 股东们交头接耳互相讨论 顾峰生怕被我坏了他的好事 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 这几年大环境不好 哪家公司不是处于亏损状态 我们集团能够保持平稳已经不错了 投票开始 大家都不是傻子 他说话开始不过大脑 你们选择一个精神病来管理集团 谁知道他哪天会不会并发 把集团搞得一团糟 顾峰的话 让我心里谨剩的那点亲情也消磨尽了 话出口后他也意识到 这不是一个父亲应该说出来的 若今 你别怪我 我这也是为了公司着想 沈氏集团是你外公和妈妈一生的心血 当初你妈去世前将公司托付给我 我不能辜负她的信任 我妈只是让你代替我管理公司而已 如今 我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就不劳你费心了 顾峰以为我在撒谎 你在国外三年都没有痊愈 回国这才几天 怎么可能 你就算想要拿回公司 也不能够撒谎吧 我从包里拿出一份诊断书 这是国内权威机构检测的 这总不能造假吧 顾峰不相信的抢过去认真看 不可能 那件事情对你造成的打击那么大 怎么可能 我痊愈了 你不替我开心吗 顾峰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表情来 当然开心 爸爸怎么会不希望你痊愈呢 只不过没想到会这么快 会议结束 我罢免了顾峰和顾馨儿 在公司的职位 办公室内 唐宇将两份监定报告拿出来 当时开玩笑的一句话 没想到真的查出来什么了 顾总 您看一下吧 我和顾峰的续人关系 为99.9% 妇女关系成立 顾馨儿则不成立 顾峰拿着报告 身子站不稳地往后倒去 顾馨儿见状上前扶着她 却被一把推出去 滚 我对你们那么好的 你们怎么能够欺骗我 顾馨儿看见上面的内容 不 不可能 这一定是姐姐造假的 我怎么可能不是您的女儿呢 我不相信 你仔细地想一下 在你小时候 你妈有没有经常带别的男人回家 顾馨儿的亲生母亲 是在肠子里工作的 接触过的男人数不胜数 顾馨儿从小就见惯了 她在男人堆里赚钱 沈若金你给我闭嘴 如果不是你妈 我妈又怎么可能会选择 这种赚钱方式 她只是为了养我而已 爸爸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你难道忘记了 当初我妈是怎么不求名分 陪在你身边的了吗 顾馨儿哭哭啼啼 我嫌烦 闭嘴 这三年你在沈家 是一点礼数都没有学 沈若金你不要得意 爸爸是一定不会相信你的 顾馨气得胸口不停起伏 给我滚 以后别再让我见到你 说完 整个人往后倒去 医院里 顾馨躺在床上 我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爸 当年我出国的时候 你明明答应我 不把我生病的事情说出去 这件事 我不是故意的 那次我喝多了 不小心说了出来 正好被馨儿听到 但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情 是从我嘴里说出去的 爸爸给你真诚递道个歉 但是那件事情 我什么都没说 话落 他看见姜野在这里 赶紧什么都不说了 我把三年前的事情 全部都告诉姜野了 他什么都知道 您不用这样 顾峰瞪大眼睛 似乎没想到 姜野在知道了那件事情之后 还能陪在我身边 姜野 我在门口等你 有什么事喊我 嗯 若金 对不起 我知道自己的这个道歉 弥补不了对你的伤害 更弥补不了 对你母亲的伤害 我妈和我说过 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 我先和你结婚 就连他离开的时候 都让我不要怨恨你 可我真的做不到 我眼睁睁看着我妈 从一脸幸福 变成了哀声叹气的样子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他可以找一个爱他的人 而不是他爱的人 顾峰浑身上下 卸去了所有的力气 我牵了姜野的手离开医院 经过一家奶茶店 那里的队伍排得很长 姜野见我眼睛直勾勾的盯着 想喝 排队的人太多了 算了吧 这么热的天气 姜野过去不知说了句什么 排队的高兴的让他先买 你做什么了 姜野插上吸管递给我 很简单 他们买的东西 全部由我来付款 我嘴角忍不住抽搐两下 你这是钱太多了吗 这么多人得多少钱啊 放心 我养你十辈子都养得起 烈日下 那杯冰沙西瓜 波波填进了我心坎里